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跟我读一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刚才我们读了法语的26个字母 那么在这26个字母之中呢 其中的A E O U Y Y这六个字母都是原音字母 其他的20个字母是辅音字母 除了刚才读的26个字母之外 在法语里面还有几个注音符号 分别是开音符 异音符 长音符 增音符 以及软音符 这些符号要跟原音字母 或者辅音字母 组合在一起使用 学完了26个字母之后 学完了26个字母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几个原因因素和辅音因素 在这课里面 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原因因素是原因R 原因R的发音方法 我们要把舌头平放在口中 舌尖抵着下齿音 嘴唇的形状是椭圆形的 开口度是在法语的原因之中最大的 法语的原因发音的时候还要注意的一点 很重要的问题 是发音的时候口腔肌肉一定要非常的紧张 一定要非常的用力 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这个原因 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这个原因 下面 我们把这个原因放在单词里面跟我读一下 刚才我们学完了这一课的第一个原因R 我们下面看这课要学的第二个原因 爱 发原因爱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舌尖仍然抵在下齿音 舌前部稍微抬起来一点 口腔上下打开的程度比R 比刚才我们学的R要小 但是口腔左右打开的幅度比R更加的大 请大家跟我读 下面放到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下面我们看这课要学的第三个原因因素 这是一个鼻画原因 这个音读 嗯 那么发嗯这个原因的时候 舌头要向后缩 双唇突出成圆形 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中出来 大家跟我读一遍 嗯 嗯 下面放到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像我们看下一个原因因素 这个原因因素是额 这个额这个原因是一个闭口音 发音的特点是开口度很小 那么发这个原因的时候 舌尖仍然比在下尺处 舌前部略向硬额抬起 嘴角向后缩 双唇仍然突出成圆形 开口度非常小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这个因素 呃 呃 放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课要学的最后一个原因因素 这是原因呜 发原因呜的时候 舌头要向后缩 舌前部是比较低的 而后部要稍微抬起来一点 呜 呜 这个原因同样也是一个圆唇 双唇要突出成圆形 开口度比刚才学的呃稍微大一点 但仍然是比较小的 请大家跟我读 呜 呜 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好 刚才我们学习了这一课要掌握的原因因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课你要掌握哪些辅音因素 我们在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一个辅音 这是辅音呜 发这个辅音呜的时候要注意 上下嘴唇要紧闭 气流受阻后突然冲出口腔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呜 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